大明龙庆年间 南芝丽卢州府的合肥县里有一个秀才 姓郭明桥 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不过眉心长了一颗大黑痣 算是美玉略有瑕疵 郭桥家境富裕 自富有才 觉得考中举人尽是犹如探囊取物 没想到后来竟然屡试屡败 到了三十多岁还是个秀才 有一些同窗朋友就拿这事取笑他 说郭兄你不必着急 像书上说得好 头上有志中虚发 你早晚都会中的 郭桥听后气得咬牙切齿 心灰意冷之下就想气书不读了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他的妻子舞会再三宽慰道 不值得为这个生气 你是有真材实料的 现在还年轻 等下一颗说不定就中了 有了妻子的支持 郭桥安下心来继续苦读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一颗 却还是没中 不中也就罢了 偏偏县里有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经常拿文章来请教他 这次却高中举人 这可把他气得咬牙切齿 把书本和笔烟一把火烧了 一边烧一边喊 既然老不中 留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 这次妻子再怎么劝都不管用 在家里待了好几天 心情烦躁 吃不下睡不着 五夫人觉得他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接着劝道 你与其闷在家里 还不如约上几个朋友出去散散心 郭桥说道 以前我在朋友们面前纵酒论文 高谈阔论 到了现在这把年纪 连个举人都没考中 烦到被后生小辈超过去了 哪还有脸见人 就在这时候 他在广东韶州府乐昌县 做支县的舅舅 王滚给他来了封信 信上说 既然他磕场不利 闷在家里 还不如道舅舅这里待上一段日子 韶州的仓湖龙水也是古今名胜 说不定待上一段时间 回来就能时来运转 郭桥接到信后非常高兴 立刻决定去广东一游 五夫人道 我早就劝你出去走走 到舅舅那里玩玩也好 只是这里离乐昌县有千里之遥 你短时间内肯定回不来 每年的岁考怎么办 郭桥大笑道 我既然要远游 那就是鱼入大海快活逍遥 哪还在乎区区一个秀才 要是错过了岁考 让学道把我除名好了 五夫人说道 话不能这么说 你走以后 我一个富道人家 咱儿子又小 万一遇到什么事 有秀才的名分在 总比没有墙 郭桥说道 贤妻言之有理 这样吧 我明天拿着舅舅的信去学道 就说是到舅舅那里游学 学道肯定不会为难我 五夫人点点头说好 郭桥又说 虽然舅舅是一番好意 可听说她围观清廉 我到了广东 肯定不能一直待在衙门里 出去游览总不能伸手向舅舅要 得多带一些盘缠才好 五夫人说 既然要带盘缠去 那不如索性买三五百两货物到那边卖 郭桥大喜郭望 夸赞道 这真是个好主意 于是他一边让贴身仆人郭福 去置办货物 一边到学道 衙门写了游学城子 学道见他是支县的外甥 立刻准他游学 郭福这边也很快买好了货物 郭桥随即和妻子告别 往广东进发 到了广东 郭桥先和郭福找了家衙行客店 将货物放在店里卖 让郭福看着 他独自到县衙拜见舅舅 王之县听门房说外甥到了 赶忙把郭桥带到后衙拜见夫人 并安排他住下 他在衙门里一住就是十多天 因为不打算再考试了 也就没有读书 不过待久了也是在闷得难受 又过了两天 他再也受不了 就对舅舅说 我这次来 除了问候舅舅舅母 也是因为考场失利 来这里散散心 所以想到外面游览几天 王之县说道 你刚到这里 人生地不熟 我派一个牙医跟着你 也好有个照应 郭桥说道 有官差跟着固然好 可舅舅毕竟是朝廷命官 让官差跟着我 未免太招摇 让别人知道了 对舅舅的名声不好 还是我一个人吧 应该不会有什么威胁 王之县说道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王之县到屋里取出十两银子 交给郭桥 说道 这点银子你带在身边 要是遇到什么事 赶紧来找我 舅舅一番好意 郭桥不好推脱 只好收下 随即出了县衙 打算先到衙行 去看看郭府把货卖得怎样了 刚走出县衙大门 郭桥就看到两个衙衣 左着一个老汉过来 后面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 拉着老汉哭得泪水连连 只见这个女子虽然穿着粗布衣服 但处腰未病 柳叶湾眉 双铜碱水 樱桃一样的红唇 春笋般的食指 哭得梨花带雨 任谁见了都会心生怜悯 郭桥立刻起了侧隐之心 走上前问牙医道 这位老人家犯了什么事 你们要抓他 这女人又是什么人 牙医知道她是王之县的亲戚 赶忙答道 郭相公 这老头不是罪犯 是拖欠了钱粮 今天是最后期限 所以带他来见老爷 旁边的女子是他的女儿 因为舍不得父亲受刑 愿意卖身换银子就付 一时间运不上买主 就跟过来了 郭桥问道 他欠了多少钱粮 牙医答道 他欠了三年前粮 前天老爷刚算过 一共十六粮 郭桥说道 原来只欠了十六两 也不多 我替他补上吧 他拿出舅舅刚才给的十两银子 交到老人手里 说道 这十两银子你先拿去交上 剩下的六两 我去亚行取来给你 老人接过银子 立刻跪倒在地 感谢道 我和相公无亲无故 相公救我一命 让我怎么报答 只愿相公的儿子以后 重举重进士 富贵荣华 光宗要祖 他的女儿也跟在后面 不停给郭桥磕头 郭桥连忙把父女俩扶起来 说道 这才多大点事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牙医在旁边说道 既然郭相公愿意帮他 现在老爷还没出堂 不如先到亚行 取来六两银子一起交上去 也免得跑来跑去 郭桥说道 这样更好 郭桥带着牙医和父女俩 来到亚行客店 找到郭福 拿出十两文银递给老人 说道 十六两银子拿去交两 你遭了这一路的罪 剩下的你带回去养养身体 老人接过银子 和女儿一起跪下千恩晚谢 郭桥扶起父女俩 说道 举手之劳合足挂齿 你们这样反倒让我不安了 牙医说道 哎呀 先别忙着谢 赶紧拿着银子 跟我们去把钱粮交上 回来再慢慢感谢郭相公不迟 父女俩跟着牙医走了 郭桥转头问郭福 货卖得怎么样了 郭福答道 托主人的福 现在行情特别好 我们带来的货物早就卖完了 除去五百两本金 和路上的开销 现在手里一共有七百两银子 郭桥大喜郭望 说道 我刚到这里 舅舅让多住几天 我还不能回去 夫人带着孩子一个人在家 只怕是等急了 你在这里也没事 不如留点盘缠给我 其余的你买货带回去 等卖完了 你再买货过来接我 郭福随即领命 买货去了 郭桥打算出门去游玩 店主听说她是支县的亲戚 非要留她吃饭 刚吃完饭 那妇女俩已经缴纳完钱粮 销了牌票 高高兴兴带着女儿又来感谢郭桥 老汉自我介绍道 老汉姓米 名叫天鹿 娶妻饭氏 只生了这一个女儿 叫做清姐 生她的时候 她母亲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一位神人对她说 这孩子以后会嫁到富贵人家 生的儿子也是贵子 不要轻易娶配乡下人 所以已经十八岁了 还没娶配人家 我靠着二十亩地过活 不料连年遭灾 才欠下了这么多钱粮 官府追得紧 我交不出来 只能把女儿嫁人换点聘礼 可她们见我欠了这么多钱粮 都怕被拖累 谁都不敢娶 女儿见我被捉来衙门 情愿卖身救父 这才跟到城里来 今天幸亏有安人相助 救了老汉一命 我实在无法报答 小女虽然出身乡下 不过长得还不算丑 听说大安人不是本地人 小女情愿在相公身边伺候 报答相公大安大德 望大安人看老汉我一片 委屈收下他吧 郭乔听后立刻站了起来 说道 老人家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郭乔好歹是个读书人 怎么能做这种事 刚才不过是看老人家被衙门捉拿 你女儿在旁边哭得实在可怜 一时不忍才出手帮忙 也算不上是什么大安 我要是收了你的女儿 岂不成了衬人之威 这绝对不行 米天路说道 不不不 这都是老汉 我敢念恩人的大安大德 才想将女儿托付给恩人 不是恩人的意思 恩人还是把他留下吧 郭乔说道 那也不行 再说了 我住在这客店里 你女儿怎么能留在能在这里 你快把他领回去吧 我还有事要出门 就不陪你了 郭乔说完 丢下米老汉父女俩起身就走 米天路见郭乔走了 觉得他是个难得的好人 对他更加敬重 带女儿回家后 把事情告诉了媳妇范氏 米家人感念郭乔的恩德 在家里为他立了长生牌位 供奉在佛前 早晚都要上乡 同乡有个叫李金的人 见米天路把拖欠的钱粮都交了 又想和他结亲 米天路夫妻本想答应 清姐却不答应 说道父亲前几天交不上钱粮 想把我嫁到李家 他却不肯 要是没有遇到郭恩人 我早就不知道 卖到哪个财助家受苦了 郭恩人虽然没有买我 可大家收了他二十两银子 就跟买了我一样 父亲把我送到他的住处 他担心有趁人之危的嫌疑 所以才一时不肯接受 既然得了他的银子 他接不接受 我都是郭家的人 怎么能再嫁给别人 要是嫁给别人 那之前说过的话不就成假的了吗 我虽然是个乡下女人 但也知道手节手艺 郭恩人要是不肯要我 我情愿跟着父母终身不嫁 也绝不嫁到别人家 明天路见女儿说得有礼 于是回绝了李家 心里其实还是想找郭乔说说 让他接受清洁 几次进城都没有见到他 只得暂时割下 有一天 郭乔在山里游玩 忽然下起了暴雨 看到远处山坳里有几间茅屋 赶紧跑了过去 跑到茅屋前 看到院门没关 眼看雨越下越大 他顾不得那么多 推开门跑到了屋檐下 里面有一位老人 正坐在屋檐下低着头打草鞋 郭乔坐了个衣 说道 老人家 打扰了 借你家躲躲雨 请不要见怪 老人家抬起头看了看郭乔 忽然认出了他 大喜郭望 立刻站起身来说道 原来是郭恩人啊 我找了恩人好几趟都没遇到 恩人今天怎么突然到了这里 郭乔仔细一看 原来是米天路 也很高兴 说道 原来老人家住在这里 我在山里游玩 没想到遇到暴雨 米天路连忙对屋里喊道 大安人来了 媳妇 女儿 快出来见恩人 话刚说完 范氏和清洁跑了出来 看到是郭乔 和米天路一起跪倒在地 拜个不停 郭乔赶紧把他们扶起来 见郭乔身上已经被雨淋透了 清洁也不避嫌 走过去帮他把湿衣服脱下来 让母亲拿来两件干衣服换上 米天路生起火为他烤衣服 范氏进去杀鸡煮饭 衣服烤干后清洁又帮他穿上 饭很快做好了 米天路请郭乔坐下 范氏端出饭菜 清洁在旁边针灸 郭乔看他一家这么殷勤 有些过意不去 米天路一直劝酒 郭乔放开了喝 很快就有点醉了 抬眼望向清洁 发现他今天更加妩媚动人 郭乔见清洁再跟前走来走去 担心这样下去把持不住 看到外面雨过天晴 就要告辞离开 夫妻俩赶忙拦住 米天路说道 平时安人请都请不到 今天凑巧来到我家 怎么也得住上十天半个月才能走 夫妻俩苦苦哀求 郭乔只得答应住下 米天路赶紧带着他到山前山后游玩 第二天早上 米天路到佛前烧香 指着供奉的牌位给郭乔看 说道 这是我们全家为恩人力的长生牌位 郭乔看后让他赶紧毁掉 说是小小恩惠 不值得他这样 米天路道 在恩人眼里 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恩惠 可在我们眼里 确实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 我们现在还能好好住在这里 多亏了恩人搭救 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忘不了恩人的大恩大德 郭乔听后不胜感叹 老人家真是好人 这点小事都记挂在心 米天路接着说道 救命之恩哪能不记着 不但老汉我不敢忘了恩人 就是小女 当时想的是卖身救父 恩人不但救了我一命 也救了小女 她情愿为奴为婢报答恩人 又觉得自己是乡下人 入不了恩人的眼 恩人不愿意要她 她不敢抢求 可她得了恩人的厚恩 觉得即便恩人不要她 她也已经是恩人的人了 怎么能再嫁别人 所以昨天李家见我交了钱粮 又来求婚 小女坚决不肯 已经回绝了 郭乔听后大吃一惊 说道 恋爱正直妙龄 花一样的年纪 怎么能为了我不嫁人 我不信 米天路说道 我怎么敢在恩人面前说话 恩人要是不相信 我这就把她叫出来 恩人自己问她 清姐在里屋听到父亲的话 不等父亲叫她 已经走了出来 郭乔说道 我见你父亲交不上钱粮实在可怜 这才出手帮忙 姑娘卖身就付 那是姑娘的孝心 和我送银子毫不相干 怎么能为了这点小事 耽误了姑娘终身 清姐说道 是不相干 但人各有志 恩人虽然只是接济 不是为了买我 可我既然有身可卖 怎么能白白受恩人的恩惠 恩人人人 是为义事 而我说要卖身就付 却要嫁给别人 岂不让人觉得 我是刻意在博校女的名声 恩人接济父亲 我自己卖身于恩人 各行各制 各成各式 我一个乡下女子 怎么敢借机 傍上恩人 郭乔听后大喜 说道 原来姑娘是这样想的 实不相瞒 我那天见到姑娘 并非没有动心 一来是救人 不该心存别的心思 二来是年龄相差悬殊 担心耽误了姑娘 没想到姑娘倒是一片诚心 不过有件事 必须跟姑娘说清楚 我家里已经有了结发之期 只能让姑娘屈居测试 清姐说道 卖身就付的我 能在相公身边伺候 就已经很知足了 哪还敢有别的心事 郭乔越听越高兴 说道 既然姑娘有此美意 我也不敢轻慢了姑娘 这就回去请没人来下聘 清姐说道 我一个乡下女子 已经卖身给恩人 没必要再让没人来下聘了吧 郭乔说道 刚才姑娘说 各行各制 我已经决定了 姑娘不用管了 郭乔说完 立刻告辞回家 郭乔见清姐年轻貌美 早就动了心 现在他心甘情愿嫁给自己 这种送上门来的好事 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立刻回到客店 拿了三十二两银子 来到县衙 把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了舅舅 希望舅舅替他做主 王之县见他在这里寂寞 想那切也正常 没有阻拦的必要 当即答应 王之县把三十二银子分成两半 十六两做聘礼 另外的十六两做代礼 又加上一对金花 两匹绸缎和一些国匹 让一个书利带着两个牙医去下聘 书利带着牙医合聘礼 来到仲宇村米天路家 先让牙医去报信 这两个牙医正好是上次来催梁的 米天路看到两人来 吓了一跳 赶紧问 钱梁不是都已经交完了吗 两位又来干什么 牙医哈哈大笑 说道 我们这次可不是来催梁的 是王之县替郭相公做梅 让我们来给你送聘礼的 聘礼随后就到 我们两个先来给你报喜 米天路不敢相信 问道 郭相公来替小女 为什么是县太爷替他做梅 牙医说道 原来你还不知道 那位郭相公 就是我们县太爷的亲外甥 米天路没想到郭乔是县太爷的外甥 大喜郭望 立刻告诉了媳妇和女儿 又赶紧到村里请人来帮忙 下聘的队伍吹吹打打进了村 转眼到了门前 米天路慌忙上前迎接 书立把聘礼代理金花彩断一起送上 米天路欢欢喜喜把人请进门 赶紧请书立和两个牙医到屋里坐下 他的媳妇犯事找来邻居 帮忙杀鸡宰额 做好了酒饭热情款待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出来看热闹 又羡慕又嫉妒 都说米老汉命真好 前几天还发愁 交不上钱粮要卖女儿 现在就攀上了县太爷的外甥做女婿 以后什么都不用愁了 清姐见郭乔这么郑重其事 更加对他死心塌地 郭乔觉得在客店里取妻不方便 想要另租房屋 米天路知道以后 立刻租下了村里附户的一个小院 把他请了过来 郭乔在重遇村和清姐成亲 喜事办得十分风光 村里人人咽谢 成亲后清姐感念郭乔对自己如此看重 对他体贴入微 郭乔觉得清姐比之前更加妩媚动人 又什么都顺着他 对他更加喜欢 两人如鱼得水 琴瑟和谐 郭乔经常带着清姐游山玩水 虽然偶尔会想起家里的妻子和儿子 可美人当前 山美水美人更美 转眼就不再想了 没过多久 郭乔又带了许多货物过来 并告诉他家里一切安好 他就更加放心地四处游完了 时光总是一世 不知不觉 郭乔在广东已经住了一年多 王之县看他很少过来 知道他沉迷于美色山水 让人把他叫到家里来 王之县劝道 我让你来 是因为你屡失不重 让你来散散心 没想到你竟然在这里纳了切 把家里的妻儿都忘了 你到这来已经一年半了 明年就要考试 还不早点回家温习功课 以图功名富贵 要是留恋新欢耽误了前程 岂不是我害了你 郭乔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说自己也早就想回去了 只等郭乔把手里的货卖完 就立刻动身 可心里却根本没打算回去 又过了不久 王之县任期到了 看郭乔迟迟不走 逼着他跟自己回去 郭乔这下再也没借口推辞 只得回来告诉清姐 清姐想了想说道 相公在家乡有祖业有气儿 本来就该回去 承蒙相公不嫌弃 说我做妾 我怎么敢缠着相公 不让相公回去 只是有一件事必须跟相公说 郭乔说道 你我夫妻恩爱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清姐说道 我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要是侥幸生下儿子 相公可以不管我 可他是相公的骨穴 不能不管他 郭乔听后说道 爱妻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郭乔就是再无情 也不会这样对你 如今不是我要离开 而是舅舅逼着我回去 我回去以后 一定会想方设法再来 绝不会辜负你 清姐听他说会再来 根本没有要把自己 带回去的意思 心里已经明白了 说道 我相信相公肯定不会辜负我 可是山高路远 相公家里事情太多 想要再来就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了 郭乔说道 我发誓绝不辜负你 既然你有身孕 那我现在就给孩子 取个名字 作为以后的见证 怎么样 清姐说 这样当然更好 郭乔说道 都说父子是乔子 既然我的名字叫乔 那就给孩子取名叫郭子 清姐听后大喜 说道 这个名字好 又过了两天 王之县定好了出发的日子 让人来催郭乔 郭乔给米天璐留下二百两银子 让他置办一些房屋填产 然后和清姐一一惜别 跟着舅舅走了 回来的路上 郭乔心里一直惦记着清姐 一个月后回到卢州 夫妻俩相见甚欢 吴夫人早就知道 丈夫在外面娶了一房小妾 问道 既然你娶了妾 为什么不带回来 嫁到郭家就是郭家的人 为什么要把他丢在那边 郭乔说道 那不过是旅居在外一时无聊 凑巧帮了他父亲 他执意报答 我才收了他 本来也没当成正事 这么远带他回来干嘛 吴夫人说道 要是他生了孩子 就是给郭家传宗接代 怎么能说不是正事 郭乔笑着说道 在那边还勉强算是正事 可现在见了娘子 那边的还算什么正事 这几句话说得 吴夫人心里喜滋滋的 过了两天 听说县里来了新学道 要考教秀才们的学问 郭乔早就对着是心灰意冷 倒是吴夫人再三劝说 你现在也不算老 学道还留着你的名字 干嘛不去试试 郭乔说道 以前天天读书 也没有考上 你已经荒废了两年 现在再去肯定考不上 还是算了吧 吴夫人劝道 反正你在家里闲着也没事 就去试试嘛 郭乔经不住 夫人再三劝说 只好去学道消了假 重新拿起书本来读 幸好他天资高 考了个一等 总算保住了秀才功名 可到了乡市 他还是名落孙山 后来一连两科也都是这样 起初他还为这个烦恼 后来觉得自己肯定是没有金榜提名的命 也就不再烦恼了 这时候郭乔已经48岁 武惠45岁 虽然科场不利 可家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日子过得富裕滋润 郭乔觉得自己在功名上是没有希望了 就把希望拳击拖在了儿子身上 儿子长到18岁 郭乔为儿子聘了县里陈秀才家的女儿 可万万没想到 儿子突然得了疾病 不到半个月就撇下父母走了 郭乔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儿子 悲痛语绝 还想再生一个 但两人都已经快无失的人了 不敢有什么指望 武夫人不愿看着丈夫断了香火 买了两个丫头服侍郭乔 可终究如水中捞月 当时仆人郭福到广东做生意 还能听到一些清姐的消息 后来郭福不去广东了 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郭乔倒是常常想起清姐 可她毕竟年龄一天天大了 去广东实在力不从心 清姐就像她做的一场春梦 只能在花钱月下哀叹几句罢了 以后的几年 郭乔悠哉悠哉地做起了挂名秀才 每年的考试也不来了 这年郭乔56岁 又是相视之年 这一科府里来的主考名叫秦健 觉得自己才高八斗 要在地方上提拔几个奇才 担心漏了什么人才 要求每个秀才都必须来参加考试 郭乔只好跟着别人去考 心想这次要是考不好 干脆把秀才也夺了 倒也干净 免得年年奔波 逃过以后 秦老师看过郭乔的文章 听说他不准备再考 把他叫来问道 你才学初中 文章写得冤寒纯正 说不定能中 怎么就不考了呢 郭乔神情淡漠 禀报道 并不是我想放弃 学生十六岁就中了秀才 考了四十年 还是个秀才 自知没有这个命 也就不想再有进步了 秦老师哈哈大笑 说道 俗语说得好 窗下修研命 场中末论文 我偏不信命 这就送你去乡市 以你的文章 要是再考不中 我就辞了这个官 这话倒是激起了郭乔的斗志 赶忙扣了三个头 说道 多谢老师提点 那我就再考一回 郭乔回到家 把事情对妻子说了 五夫人见他重燃斗志 也非常高兴 任谁都没料到 郭乔这次龙惊虎猛 发挥出色 三场考完 等到发榜一看 竟然中了第九名亚魁 五十六岁终于中了局 郭乔欣喜若狂 施了陆明燕 会见完铜窗 拜见了作诗 立刻去见秦剑 一进门就磕了四个头 说道 要不是恩师鼓励 我哪能有今天 恩师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秦老师也非常兴奋 秦老师也非常兴奋 觉得自己眼光确实高 催他赶紧进京 郭乔兴高采烈回到家 欢天喜地摆下酒席宴 请亲戚朋友 只是儿子走了 想到后继无人 难免有些伤感 郭乔准备好一切 打算十月初一日启程 临走的时候 五夫人再三嘱咐道 你功名就在眼前 子嗣的事可就要抓紧了 我听说八十岁还有生儿子的 你还不到六十 家里的那两个不中用 你到京城以后 要是遇到称心的 就多找两个 郭乔非常感激 说道 这都多少年了 要是能有早就有了 还是不要多想了 吴慧说道 这可不行 你之前不是觉得 自己没有重举的命 现在怎么样 天底下的事谁也预料不到 郭乔连连点头 说道 好好好 就听你的 郭乔来到京城 报过名后 在京城西边 找了个清静的寺院住下 关起门来潜心读书 来年二月 郭乔进了考场 等到发榜时 惊奇的发现 自己竟然中了第三十三名进士 这下他可算是熬出头了 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郭乔很快拿到了 这一科的惠史名录 准备好好看一看 好会见这些同科们 他看到自己在第三十三名 紧接着的第三十四名 是一个叫郭子的人 广东韶州府乐昌县人 看到郭子这个名字 郭乔心里一惊 心想 记得当初离开广东的时候 清姐曾对我说 她已经有了身孕 我给孩子取的名字就是郭子 难道这个郭子 就是清姐生的 如果不是 为什么恰好是清姐的家乡 韶州府乐昌县 屈指算来 我离开广东正好二十年 要真是清姐生的孩子 今年正好二十岁 她能这么聪明 这么年轻就中了近视 儿子走后 她一直想留个后 始终没能如愿 心想这个郭子 要真是我儿子 那岂不是老天有眼 郭乔就像抓住了 救命稻草 立刻让人去打听 这位第三十四名的郭子 到底多大年纪了 住在哪里 这就要去拜访他 去打听的人回报说 这位郭子郭老爷 真的只有二十来岁 贫寒人家出身 因为身上带的盘缠不多 所以没有进城 住在城外的一个旅店里 郭老爷也是荆轲主考 李汉林老爷的门生 和郭乔算是同门 明天李汉林要过生日 门生们都要去拜寿 到李汉林家肯定能见到 郭乔心潮澎败 第二天一大早就出了门 买了贺礼去给李汉林拜寿 李汉林见到郭乔 客套了一番后问道 贺寿也不必来这么早吧 郭乔赶忙拱手说道 学生今天来 一是为了拜寿 二来是有一件事 想跟老师问清楚 李汉林问道 有什么事尽管问 郭乔随即把来龙去脉 讲了一遍 说道 现在这位郭子 同名同姓 年龄又相当 又是在同一个县 实在是太像了 我不方便去问 等他来了 请老师替我仔细问问 李汉林说道 如果他真是你的儿子 那可真是歧视一桩 我帮你问问 不久之后 一众门声都到齐了 拜过寿后 李汉林请大家入席 单独把郭子叫到一边 问道 郭贤侄 你今年贵庚 郭子赶忙拘了个宫 答道 学生今年正好二十岁 李汉林又问道 贤侄如此青年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不知令尊是哪位 是做什么的 郭子陈寅半赏才达到 家父是卢州府的秀才 那年来广东游历 机缘巧合之下 娶了家母 生下了我 我出生的时候 父亲已经回卢州了 所以从来没见过父亲 没能在父亲跟前 孝敬过一天 李汉林问道 据你所说 那么令堂应该是姓你了 郭子听后大吃一惊 问道 家母确实姓你 老师是怎么知道的 李汉林说道 贤侄既然知道 令尊是卢州府的秀才 自然知道他的名字 郭子说道 此不言复明 荆轲的第三十三名进士 姓名和籍贯都和家父相同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 李汉林说道 你既然知道父亲是卢州人 那你赶考经过卢州时 为什么不去找找 郭子道 学生第一次出远门 不认识路 也没有人指引 况且家境贫寒 带的盘缠不多 怕耽误了考期 所以没有去找 如今承蒙老师提拔 侥幸得众 只等电视一过 就立刻去卢州寻找父亲 李汉林大笑道 贤侄不用去找了 那第三十三名进士 就是你的父亲 郭子惊得瞪大了双眼 说道 母亲说家父是秀才 没说是举人进士 李汉林又笑道 秀才难道就不能重举人重进士吗 两人说话的时候 郭乔就躲在屏风后面 听到这里内心狂喜 再也忍不住 跑出来抓着郭子的手 激动地说道 儿啊 你外祖父是不是叫米天鹿 外祖母是不是姓范 你母亲叫清姐 三月十五日生日 你住的地方叫众宇村 你母亲有没有告诉过你 父亲眉心有颗黑痣 郭子抬头一看 看到郭桥眉心的黑痣 果然和母亲说的一样 郭子一把抓住郭桥 跪倒在地连磕了四个头 说道 我过了二十年 还没见过父亲 孩儿不笑 郭桥连忙把他扶起来 眼中含泪说道 孩子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蹉跎一生 现在才稍微得以伸展 你兄长走了十来年了 我还以为这辈子注定无后 真没想到能见到你 多亏你母亲贤惠 把你教得这么好 不是你不笑 是父亲对不起你们娘俩 郭桥赶紧拉着郭子 拜谢李汉林 李汉林见他父子相认 觉得自己做了件大好事 说道 你们父子从未谋面 却在同一年考中进士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骑士 真是奇缘 老天有眼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参加寿宴的同科学子们 得知这桩骑士 纷纷向两人道喜 郭桥立刻让仆人 把儿子的行李搬到自己寓所 仔细询问儿子的情况 郭子说道 外祖父母在五六年前就已经相继去世 留下的田产已经卖了很多 剩下的没人耕种 租给了别人 但收成有限 孩儿这几年读书的费用 全靠母亲日以基业仿杀支部支撑 郭桥听后不觉潸然泪下 说道 我郭桥真是罪人 当年走的时候说不久就回来 可二十年了都没回去 害得你们母子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等电视一过 我就去把你母亲接过来 不能让你母亲再受苦了 经过电视 郭桥考了店前二家 郭子却中了炭花 做了汉林院编修 父子俩风光得意 人人羡慕 郭子惦记母亲一个人在家 郭桥告假回乡祭祖 带着郭子回到卢州 五夫人见丈夫中了进士 已经喜不自胜 又听她说在广东取的谢 生的儿子中了炭花 认了父亲一起回来 更加激动万分 赶紧把舅舅王滚请了过来 王滚做了六年的浴室 致是回乡 得知消息惊喜欲狂 赶紧过来看 郭桥回到家 先领着郭子拜了祖宗 才带他来拜见舞会和舅舅 郭桥应对儿子说 我娶你母亲的时候 还是你祖舅舅做的没 替我送的聘礼 没想到生了你 我郭家后继有人 真是天意 第二天 府里和县里听说郭桥中了进士 他的儿子中了炭花 都来祝贺 亲朋好友也都来祝贺 一直热闹了好几天 郭子惦记母亲 想赶紧回家 只得跟父亲和迪母告辞 郭桥再三嘱咐道 你外祖父母都已经过世 你母亲一个人在家无依无靠 这次回去一定要把他接过来 他为了你苦守了一辈子 也该想想福了 郭子日夜兼程赶回韶州 把和父亲相认的事告诉了母亲 还说要接他去卢州团聚 米青姐听说郭桥也中了进士 百感焦急欣喜若狂 对儿子说道 不枉费我为你苦守了二十年 现在你终于找到了父亲 要让你认祖归宗 怎么能不去 米青姐把家里的田产房屋 都托付给了一位邻居 托他照看父母的坟 准备好了跟着儿子去卢州 府里县里的官员乡舍们 得知郭子种了炭花 都来奉承八戒 听说他要到卢州认祖归宗 纷纷慷慨解囊 送车马的送车马 送银子的送银子 不到两个月 母子俩平平安安到了卢州 郭桥亲自到码头去接青姐 见到米青姐后 郭桥自颤行会 深深拜谢道 夫人为了我为了儿子 苦守了二十年 接续我郭家一脉 此恩此德 莫尺难忘 以后我一定好好对待夫人 米青姐说道 我本是个乡下女子 当年为了救父亲 差点卖身为奴 要是没有相公搭救 我哪能有今天 至于为相公守节教育儿子 都是我分内的事 有什么苦不苦的 相公千万别放在心上 郭桥听后感叹道 我郭桥何德何能 能遇到夫人这样贤良 输惠的女人 老天爷对我真是太好了 郭桥让米青姐坐上轿子 自己和儿子骑着马跟在后面 到了郭家门前 古月齐鸣 十多个仆人站在门前等候 郭桥掀开教联 扶米青姐下轿 米青姐走到客厅 看到五夫人坐在里面 立刻跪下说道 见妾米氏 拜见夫人 五夫人见她跪下 也赶忙跪了下去 扶着她说道 二夫人这是干嘛 快快请起 米青姐说道 孩子可以不分敌数 我怎么不能没大没小 请大夫人回去坐好 让我拜见 五夫人说道 从来都是母一子跪 我儿子早走了 怎么敢让二夫人拜见 两位夫人互相殉壤 郭子只好跪在旁边 扶住五夫人 让青姐磕了两个头后才松开 五夫人把家里的仆人婢女们 都叫出来拜见二夫人 拜完之后带她进入后堂 后堂早就摆下了团圆酒 从此以后 青姐对五夫人尊敬有礼 五夫人宽宏大度 对她关怀备致 郭子对五夫人也极其尊重 一家人和和睦睦 后来 郭乔在京城做了几年猿外郎 就信任回家一样天年了 郭子一直做到侍郎 母亲也封了告命 世上像郭乔这样道貌岸然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的男人比比皆是 广大女性一定要擦亮眼睛 仔细分辨 可不是人人都有米清洁那样的好运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欢迎订阅